朱婷是如何被狼屏挖掘出来的 从弱鸡不被看好到最具价值球员 朱婷是如何一步步走上王座的 关注杂将体育圈带你了解朱婷背后的故事 说到女排必须要说的是朱婷 这个刚满26岁的女孩 无疑已成为当今女排最耀眼的明星 被球迷戏称为MVP收割机 自2012年朱婷入选国庆队以来 各种世界大赛的冠军MVP都拿到手软 带领中国女排赢得一场又一场的胜利 可谓是得朱婷者得天下 如此耀眼的成绩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世界冠军朱婷背后的伯乐 谈到朱婷的伯乐 相信很多人都会毫不犹豫的说出一个人的名字 那就是女排主教练郎平了 这位著名的排球界伯乐也是慧眼识珠 他是帮助朱婷最多的人 朱婷之所以能进入国家队 郎平功不可没 郎平曾经说过他在恒大执教的时候 在场上的朱婷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个时候郎平觉得朱婷很有天赋 就是有点软 这和郎平年轻的手很像 他觉得有点软压根不算什么 反而很看好朱婷 又知道当时的朱婷还没在国庆对一战成名 而是刚刚踏上排球之路的朱婷 在郎平接过女排之后 第一时间写下了国家队集训名单 其中就有朱婷的名字 此时郎平两年没见过朱婷 却还能想到这个天赋异禀的小女孩 当郎平把朱婷写进国家队的时候 其他教练都不知道这个小女孩是谁 但是郎平力排中意 一定要把她叫过来 这是朱婷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从省队一跃进入国家队 如此短促的一步 很多人也许会穷击一生 但朱婷只是年纪轻轻就做到了 除了朱婷自己的努力外 伯乐郎平的功劳也不小 朱婷在和邓亚平这位乒乓女皇交谈时说 她从来没想过这么早就能进入国家队训练 因为当时能进入国家队的基本都是成年人 很幸运的在最具可塑性的时候遇到了郎平 郎平对她来说既是恩师又是母亲 2013年对朱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她被郎平选上 这一年她带领国亲队重新夺得世界冠军 这一年朱婷个人拿到了最好的分数 最好的扣球 最好的MVP 共三大奖 一战成名开始在排球界展露头角 出生于河南小乡村的朱婷家境并不富裕 尽管家中全力支持 但朱婷排球锻炼所需的营养依然无法满足 当时朱婷虽然身高足够 但却十分瘦弱身体偏差 面对国家队的高强度训练 朱婷经常出现面色苍白 甚至还出现了直接泪滩的情况 这让一些教练对朱婷产生怀疑和不看好 幸好郎平很关注朱婷 在她了解到情况后 自掏腰包花重金 为朱婷定制科学的饮食清单 逐步将朱婷的身体状况提升 除生活外 训练更是必不可少 朱婷进入国家队后 就锁定了头号主攻守的位置 她的超手进攻让对手难以防备 但是进攻手段的单一和 遗传保障的不足 使得朱婷弱点也非常明显 很容易被对手攻破 那时候的朱婷甚至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但郎平却一直鼓励她 帮助她提升弱项 让她在各个位置上都能轮番发挥 从进攻到防守 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忽视 在郎平的指导和帮助下 朱婷进步神速 从单纯的进攻高手 变成全面的主攻高手 就连央视姐说田宗奇也直言 朱婷与郎平如此师徒情谊 也是中国排球史上的一段佳话 2019年朱婷带领中国女排 以十一连胜无一败的战绩拿下冠军 朱婷更是打破了女排世界杯46年的历史 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蝉联世界杯MVP的球员 连对球员严格要求的陈忠和 都给了朱婷超高评价 称朱婷是百年难得的排球天才 如今的朱婷成为了世界女排最顶级的存在 无穷的接近世界第一主攻手 是他国女排最强大的对手 果人的天赋勤奋的努力 加上机会让朱婷一飞冲天 而郎平则是他最强大的后盾 其实在2016年礼约奥运会 女排夺冠后 郎平就有了退休的念头 当年的9月30号 郎平和国家队的合同已经到期 在没有续约的情况下 郎平犹豫了 但是面对朱婷这样不够成熟的年轻球员 郎平下定决心续约再次陪朱婷走出国门 把他们培养到可以放手的地步 时间一长 郎平和国家队的合同到了2020年 已经年满60的郎平打算放弃续约 但是东京奥运会推迟开赛 为了赶女排最后一班岗 为了陪朱婷等女排运动员最后一程 郎平再次续约 等东京奥运会结束再退役 郎平真是将一生都献给了排球 让我们共同期待2021东京奥运会 郎平和朱婷带领中国女排再创辉煌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对朱婷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观点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想要了解更多体育明星背后的故事 可以关注杂酱体育圈 本期杂酱体育圈到此结束啦 我们下期见